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南京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景盒 这个景盒每天都有人来轮流看守 并且从来都没有对外展示过 包括博物馆的内部人员 对这个景盒里的宝物都是一无所知 只听说是一种红色药丸 很多人就奇怪了 这种药丸究竟是做什么的 为何如此神秘呢 经过专家化验 据说这种红色药丸就是传说中的不老仙丹 它的体积只有米粒大小 呈现红色 最近已经有1600年的历史了 叹气究竟 那么这座墓的主人又是谁呢 据说这座墓的墓主是与王西枝 同一家族的王斌的长女子丹虎 而且在当时那个时代 这位女士还是一个不婚族 她死的时候只有58岁 跟父母葬在了一起 那么不老仙丹又是由什么成分组成的呢 为了叹气究竟 有关专家对他们进行了化验 结果却令人惊讶 这些仙丹的主要成分是柳化龚 柳的比例占到总体的13% 而龚占到60%多 其中还有26%的成分检测不出来 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物质 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 柳化龚是一种毒性很大的化合物 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危险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堪比毒药的东西 古人对它却是挨不释手 像中了魔咒一样 家家户户的老百姓都离不开它 甚至吃不老仙丹比吃饭还要重要 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听说了 吃了不老仙丹会长生不老 就连皇帝都神信不疑 即使我们都明白 传说中的不老仙丹 不过是欺人的谎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